欢迎来到音乐森林 以望与您一起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森林 今天音乐森林呢请来一位特别嘉宾 他之前呢也来过我们音乐森林做客 所以相信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他也不陌生 他就是我们湾区著名的歌唱家美美 嗨听众朋友您好 以望您好 非常开心哦 今天美美又来到音乐森林 因为呢一年一度她的演唱会呢 又即将在9月16号举行了 一样呢在我们的美声大剧院 晚上7点到9点钟跟你有一个约会 喜欢上海老歌的听众朋友们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美美呢我们都知道她从8岁开始她的演唱事业进入少年宫 然后在2006年呢灌录了第一张专辑芒果青青 2007年呢得到了一个什么奖项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就是流行乐坛的一个蛮高的奖项 就是世纪经典30周年的一个歌手成就奖 然后呢就移居到马来西亚了 对 移民到马来西亚 然后也在2006年呢推出了一张纪念邓丽君的专辑 在2008年呢也举办了一场 怀念邓丽君的音乐会 2011年呢就来到了美国旧金山 那那之后呢每年都举办一场个人的演唱会 从2013呢一路到2017 今年呢将要推出的是第六场她的演唱会 花样的年华 对 那今年呢好像也越来越接近您所想要的一个布局跟舞台的效果 对 因为以往呢我们是在try在试嘛 也是在研究的过程 我也想去改编它 让更多的现代的听众能够接受 以前的这些老的歌曲和音乐 但是一路走来我发现 哇原来还是要走回它原来的那种模式返回去 比如说在音乐配器 然后整个舞台的这个布景 还是要还原那种当年老上海的那种感觉 大家才会更加的享受 对 所以今年呢不管是在整个乐器的编制 还特地请了一个室内交响乐团 然后全部是外国的乐手 对 来为您做这个配奏的部分 对 而且我们特别请了非常有名的音乐人帮我们写谱 就是专门写这些 当年百代的影音唱片公司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配器 然后我们 就是原汁原味的呈现 对对对 特别去巴普 就照着听着唱片 没错 对 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应该有遇到一些困难吧 的确是这样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容易 对 因为今年我们就是想 还原当年的那种感觉 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要编曲了 就是配器的问题 那当时我没有想到就是找一个音乐人去巴普 是这么困难 我特别找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级别的这样子的音乐人 他们有自己的爵士的Jazz的乐队 可是当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就特别的遗憾 跟我讲说 哎呀 梅梅真的对不起 我做不了你这件事情 我当时非常吃惊 因为那他不光是一个音乐人还是我的好朋友 他有什么都会直接告诉我 他说 你们听到的这个好像挺简单 比如说我先发了一首夜上海给他 我说你看看这个音乐 你能不能做 能不能帮我记谱 那然后他说 听起来呢 这个外部的和弦 你们能听到的 普通老百姓能听到的 当然我也能听到 可是问题是难就难在这个内和声以内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当然一方面是有些唱片的磨损 因为就听不清楚了 再有一个就是说 过去的同样是学的阅历 到今天也一样学的那些阅历知识 但是呢 大家的理念 配的和声是不一样的 那种和声的走向感觉都是不同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 帮助我做这件事情 他说 梅梅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差不多 离现在有70年了 但是这种编曲的这种级别 这种level是百老汇级别的 对 所以呢 就是他不能做 但是我很失望 我说 那怎么办呢 那就找呗 就不断地找 大处托朋友 没错 那后来是怎么样 一直托朋友找找 最后 我几乎都已经快绝望的时候 然后忽然有一天 一个朋友说 有一个北京蛮有名的一个音乐人 你要不要试试跟他联系 那我就跟他联系了 联系了之后呢 他当时听了 也是一波三折 他当时听了以后说 OK没问题 我可以做 哇 我当时好高兴啊 听说还是个年轻人 对对对 才有30岁 那然后过了两天 我已经把钱给他了 然后过了两天 他马上又说 美美老师不好意思 钱我已经退给您了 我觉得这个事还是不能做 我当时说 那两天不是说可以了吗 怎么又不行了 然后他说 因为美美老师 我看了您的这个 每一条的要求 这个文字上的这个要求 您有一条是这么写的 就说一定要按照所有的原谱 都要记下来 他说呢 我现在呢 我基本上能听到的 都能帮你记下来 但是有一些 可能是他的那个唱片的 那个磨损的 真的无法分辨 听不清了 那这一点我就不能保证 我是不是写的每一个音 都是原来的 那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说没关系 我说你用您的 我们就是一边做这个八谱的工作 一边做修复的工作 我说您可以用您现在的 好像在修骨机修复 对对 修复一下 把它呈现出来 当然我们听的时候 这个效果呢 就跟当时的效果是一样的 可是里面的 可能某些和声的部分 它是弥补了一下 换了一下 因为没有办法 只能做到这些了 完原没有办法 对对 完全 百分之百 但我相信 做到百分之九十九了 这个肯定的 因为几乎你听不出来 在外和声里面听的音 每个音都是一样的 对 只是他内和弦 那选用了哪些乐器呢 基本上 他当时呢 就是问我 你是要一个什么样的乐团的编制 那一下太大 你请一个交行乐团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不现实 就是大的那个编队 他就说呢 如果是最小的编制 有这样的编制 比如说 弦乐里面有三个小提琴 然后一个中提琴 然后一个大提琴 然后一个double bass 那然后呢 这吹的这个管乐里面 就有长笛了 有这个单黄管 有小号 有一个sax 打击乐有那种鼓 那种手鼓 钢琴是一定有的 钢琴一定有了 因为钢琴在乐团里面呢 是心脏的部分 肯定是不可求少 那这次有用到明乐吗 因为以往都有用到明乐的部分 对这次没有 我想下一年我们会加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年我这个 可以说步子已经卖得很快了 就这个跨越度 直接是从现代的这种配器 回到原来的这种配器 已经迈了一步 因为我知道这个现场的 这个整个的音响的掌控啊 什么的 要整个调整好了以后 明年我才敢再把明乐加进来 对 所以呢 这场音乐会里面呢 每每用了16首经典的上海老歌 还有4首自己的原创 要带您呢 回复到这个原汁原味的 上世纪的193040年代的老上海 绝代风华 接下来呢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选曲 选了哪些歌曲呢 我选了今年最多的是周璇的歌 有她的夜上海呀 宿中情呢 还有她没有发表过的 风雨中的摇篮曲 歌女之歌 但也有其他歌手的歌 比如说吴音音的 姚丽的李香兰 李香兰 对对 姚丽姐 是的 李香兰小姐最有名的 叶来香 对对对 白红小姐的香道风月 那当然还有您的老师 梁平老师的歌林 对对 然后原创的部分就是 一些古诗词的原创 那我们知道这个上海这个年代 上世纪的三十跟四十年代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背景 因为它被称为孤岛时期 对 所谓的孤岛时期呢 就是我们上海那时候 四周都沦陷 都被包围了 变成这个珠界 像是公共租界 北区 东区 加上发珠界 这时候日军还没有进入 所以呢 就成为一种 好像孤岛一样的一种 被孤立的一种局面 但是同时呢 又因为这个四周的人才 涌入 造成了一种文化上 音乐艺术上的一种 畸形的繁荣 对 等于是说繁荣的不得了 没有办法去 一直的一种 他们想要把这些 爆发出来的 这个艺术形式呢 也非常特别 因为呢 西方的这些音乐理论啊 乐器演奏 编曲还有配置 是的 大量的涌入 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加上我们中国自己的 中国传统曲艺 加上民谣 对 甚至是山歌 一些江南小调 戏曲 融合成一个新的音乐形式 新的音乐风格 对 那上海甚至还被称为 我们的东方巴黎 是的 我们现在呢 就来选拨一首 也算是我们这期音乐会 最典型的代表作 好不好 好的 花样的年华 那为什么想要选 这首曲子呢 对 那当时呢 其实对这首歌 蛮有感触的 那首先从这个 作词方面呢 他就是有这个号称 神童的江南才子 范燕桥先生 他写的词 那然后呢 有当时非常红的 歌纤 陈歌星老师 写的曲 那加上金嗓子 周璇的小姐的合作 当然就是非常完美的 经典中的作品了 这首歌呢 他确实就刚才 正如您所说的 他是特别真实 写着了上海孤岛时机 整个的国土沦陷 然后被困在法租界的 那些人的 特别是音乐人 他们的那个悲愤的心情 因为作为音乐人 他肯定要用音乐的形式 来表达自己的 抒发情绪和那种爱过 对对对 所以呢 我对这首歌特别有感触 今年就选了这首歌 来演绎 对 那你其实这次呢 周璇小姐的作品是 我们这个演唱会的经典 一个重点 您也觉得呢 花样的年华 这歌词里面 就已经可以非常典型 传神的去描写周璇的一生 对不对 没错 那我们音乐回来之后 我们再跟你聊一聊 周璇的一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歌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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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行 李宗盛 ついて interactions 一音乐 结封很尔安 这歌词 在YouTube AMŪilo Maite 什么歌词 最苦的歌词 这歌词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 李宗盛 这歌词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采中文的文字 MARC conqu ins 混云 墓地里这湖岛龙卓卓 汉无愁遇 汉无愁遇 我看爱的处国 岂使我能够靠近你的怀抱 每天那五角云来 重见你放出光明 花样的年快 月亮的青山 欢迎来到音乐森林 以望与您一起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时光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森林 今天我们请到湾区的著名的歌手 美美来到我们现场 美美您好 以望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刚刚所收听的是周玄的《花样的年华》 也是这次美美的演唱会里面的一首曲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非常期待 我们到现场就可以听到美美的版本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周玄当年 这个百代唱片《黑角原汁原味》的版本 那美美也即将要非常原味地呈现 周玄小姐的许多作品 除了这个《花样的年华》之外 还选了哪些其他周玄的作品 我还选了一些他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歌 比如说 哦 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歌 对对对 《风雨中的摇篮曲》 是非常感人的 对对对 就是母亲对孩子的那种情感 然后还有他的《苏忠情》《歌女之歌》 都是当年很多的 《歌女之歌》好像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因为我们知道周玄他主演了四十部电影 他算是非常成功影歌双七的一位艺人 是的 是的 那要不要跟我们来聊一聊周玄的生平 其实呢我因为我的年纪可能对周玄的这些资料 除了来自于网络上搜集查看电影啊 广播啊 还有就是也跟曾经特别请教过 湾区的著名的老唱片的收藏家 雷果全先生 他非常好的一个人 然后帮我讲了很多很多那时候的那些 歌手的一些故事 那么他就讲 有一次有人就问这个周玄的好朋友 陈歌星老师 因为他们本来是师生关系 但是呢 他们也可以说是朋友 一师一友的关系 然后呢就问这个 说您是怎么样评价周玄的 然后那个陈歌星老师就说 用他自己写的那首歌回答 就是花样的年花 月样的精神 月一样的精神 对对对 就是很含蓄 很美的 不外放的 对对对 他其实非常的单纯 那我们也知道周玄的一生呢 比较的坎坷 特别是他的感情的生活方面 可是呢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这个悲苦 他还能唱出那么温暖人心的歌 所以可见他这个人的这种 无论是他个人的修养 还是他的品质 他这个为人 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憨厚的一个人 对 从他周围的朋友 对他的评价 也可以看出来 所以我觉得 特别是在学唱他的歌的过程当中 我有一个发现 就是无论我在技术层面 怎么去突破 比如说在练唱的过程当中 在这一年当中 就问自己 跟周玄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我并不是想去跟他去比 但为什么我会这样问自己 因为我希望做到像他那么美好的声音出来 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在技术层面很注重 我想是不是因为还是我的某些地方没有达到 所以我总是 对对 总是出不来 他的那种温婉到极致的那种感觉 我很想自己也要有那样的声音 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 在越到后来的时候就觉得 是一个人的心态 就是你的做人你好一些 你的心态变得更善良 你的歌声会更好 这一点在这个学唱歌的过程当中 让我惊奇的发现 非常非常就是这个精神和物质的一性 这种连贯性 对对对 特别的神奇可以这么说 就是不能绝续专研在这个表面字句上的东西 没错 是更深沉的 对对人生的态度想法 你的个性 怎么面对处事 这种种更圆融的 对 整体的表现 对他会放在你的歌声当中 比如说你平时是一个特别粗犷的人 不在意这个不在意那个 然后你忽然想去做一个非常细腻的角色 当然你可能在短时间的舞台当中可以演得出来 但是那个不是最自然的感动 那种质朴的东西是没有的 还会有演的痕迹 但是我们之所以喜欢周旋的歌 我觉得就是他比较质朴 我在这几年六年的研究当中 我发现周旋的在这个歌唱技术层面上 和他的声音条件上 在当年七大歌后里面 他绝对不是排名第一的 对绝对不是顶尖的 可是呢 为什么上天却赋予了他这个荣耀 给了他这个金嗓子的称号 我觉得跟他的所有的人品 歌声各个方面 他是综合的一个 给了他这么一个称号 我觉得是这样 对 他就是我们中国歌坛上的 唯一的金嗓子 也是最独特的 讲到金嗓子 那这七大歌星里面呢 有银嗓子支撑的 姚丽 姚丽 对对 要不接下来再谈一谈 是的 姚丽姐呢 他这次我选的 他的歌呢 是比较活泼的一首歌 叫《哪个不多情》 然后在这个伴奏上呢 是比较轻快 有爵士风格 但是在演唱的时候 姚丽姐姐呢 还是保留了那种 中国式的唱法 并没有完全像老外的那种Jazz 唱的是很中式的 然后演奏很西式的 然后加起来就是 比较有那个时候 很有老上海的典型的特点 我们知道其实姚丽 她是很多位歌后的偶像 包括邓丽君啊 徐晓凤啊 潘迪华 她们也都是把姚丽 作为自己的偶像 对 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那她因为呢 翻唱多首呢 这个Petty Patch的名曲 也有中国的Petty Patch之称 那她主要的代表歌曲呢 像是有 《玫瑰玫瑰我爱你》 《春风吻上我的脸》 这些都是非常快智人口的歌曲 其中呢 《玫瑰玫瑰我爱你》呢 更被美国歌手翻唱为 英文版本的 Ross Rose I Love You 她也是呢 中文原版打进 美国Billboard流行榜呢 成为首位打入 美国音乐流行榜的 华人歌手 对对 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除了 姚丽在音乐界很有名 她的长子姚英 跟她的哥哥姚敏 也是著名的作曲家 对 他们三个人一同成立了 大同音乐社 也是在当时呢 非常的有名 是的 而且这个姚敏老师 写了很多很多 好听的歌 可能大家就 现代的人比较熟悉的 就是情人的眼泪 但是还有很多了 我说的这首歌 就是可能年轻人 也会比较熟悉 好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收听 姚丽的这首 《哪个不多情》 同时呢 也是我们这次 美美的花样的年华里面 会为您现场演唱的 今天朗朗是天晴 这个师父寨的歌 画面刮教教要处理 水海淪 花儿开放要比美 青春的少年 哪个不多情 哎呀一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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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准备看 哪何不多情 天上的湖雲追白雲 天天的麻雀追恩城 梁上的貓兒追老鼠 年轻的妹妹追的沙漠人 哎呀一等味啊 哎呀一等味 年轻的妹妹追的沙漠人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 要再来谈一谈另外一位歌手 也是妹妹为我们精神的 是哪位歌手呢 是号称鼻音歌后美誉的 吴音音小姐的代表作 明月千里即相思 哇这首歌曲非常有味道啊 你旺一听就非常喜欢 我觉得很特别是她的发音方式 她的共鸣是在鼻腔 鼻腔到头腔之间 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让妹妹来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发声的技巧啊 其实我就 就是因为在研究老上海的歌 我就简单说一下老上海的这些歌星 他们分很多种 有的呢是确实有一些 学美声的夕阳唱法的底子 比如像李香兰这些 嗯就是说发声的 基本基础的东西都是一样 比如说这个位置 最好是在亨鸣以上的位置 要有一个高位置 来唱歌 但是呢在流行歌曲的表达 演绎方面 每个人的东西都不一样 有的人呢有了方法 但是他还是选择质朴的 会用一点嗓子去唱 那可能在美声里面就会觉得 啊不可以 你动嗓子了 但是在流行歌曲里面 他就要的这样的声音的质感 他要这个东西 所以用嗓子唱出来 是会比较偏向什么样的感觉 比较可能亲切和自然一些 但是我们又不可以说 用太过的用嗓子 那这样的话你会消耗你的这个喉咙 声带 就是这样的话就不太科学的发声的话 也会造成你的生命力比较短暂 那在揣摩无音音的这个曲子的时候 美美老师有没有特别去学习 怎么样用鼻腔共鸣的 鼻音啊小调 其实在他的这个里面 我们平时练声的时候 一个哼鸣 有一条哼鸣最基础的 就有用到他的这个东西 只不过呢在唱的时候呢 你要特别极致的 在这个意念当中 老想的在这个鼻腔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个音乐圈 用鼻腔共鸣的 好像很有名的 还有费玉清是不是 对对 费玉清老师也很厉害 对对对 用鼻腔共鸣的一个经典 对 其实包括你看大陆的刘欢老师 他唱歌的时候这个鼻腔也很浓 那我觉得在 吴音音老师的这个歌声当中呢 除了就是人们对他的这种赞美 有这个鼻音歌后的这种赞美 那我觉得他的很多歌 都是特别的中国的民族的传统韵味的东西特别多 嗯 在他的这个歌唱风格里面 我觉得这一块表现的淋漓尽致 不像姚丽姐 姚丽姐还有一点比较浪漫的呀 对 很多种风格 对什么都有 但是他就比较那种传统民族方面的东西 他的音乐作品展现的比较多 他的家世背景好像也特别不一样 对 他的父亲是工程师 母亲是医生 他的家庭是比较属于中产阶级 对 那有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是说 其实他在求学的时候呢 就已经对音乐产生很浓厚的信息 是的 就很想要当歌手 但是家里说不准 中学毕业之后呢 本来想要投考上海音乐专科学校 但是遭到家人的反对 对 但是后来呢有一次呢 上海一家电台在招聘歌手 他就瞒着家人偷偷的跑去报考 对对 当然就很成功的录取啦 然后呢他把名字呢 由这个原名本名吴建秋改为吴音音 对 在电台开始展开他的助唱生涯 那很有趣的是 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 对 那在有一天买来一张呢 署名吴音音的唱片回家 他根本不知道 这就是他女儿的 自己的孩子 对对 他一听说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对 还发现哎呀他的女儿 原来已经成为一名有名的歌手 对 他也唱片都出了 对对确实是这样 非常有趣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当时可能他也算是有点叛逆了 不过他这个是温柔的叛逆 为了他自己喜欢的音乐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 吴音音的这首 明月千里迹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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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一约组 2 白坏 2 白坏 4 白坏 3 四 白坏 欢迎来到音乐森林 以望与您一起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时光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森林 今天是我们的湾区歌手梅梅在现场 哈喽你好 以望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 跟梅梅非常有渊源的一位 人也是在湾区的梁平老师 对对对 我是通过刚才说的老歌双唐家 雷国全先生 他的引荐和介绍才认识了梁平梁妈妈 那我今次就是选了她的一首歌 其实这首歌原曲是一首世界名曲西班牙情歌 叫La Paloma 那是由这个 他的填词是著名的词作家 袁庸老师填的中文词 然后由梁妈妈去唱的这首歌 我特别选了这首歌 我觉得非常有气氛 所以它跟鸽子有关吗 对 那种感觉 就是鸽子的铃铛 对对对 非常轻快的一首曲子 对 除了这首曲子还选了梁平老师的另外一首 他自己写的一首歌叫小小云雀 我发现这次写的两首歌都跟鸟有关系 对啊 你帮他一审看这个曲目说 哇都跟鸟有关啊 对对对 好轻快呢 对我们知道15岁的梁平呢 以第一名考入百代唱片公司 那当时百代唱片其实呢 就是法商百代电影公司 以前的唱片事业 后来呢被EMI这个很大的唱片公司收购 然后就一直沿用到今天 当时呢他得到了姚敏姚丽 还有李景光老师多方的指导 对于时代曲 也就是所谓的 今天的华语流行音乐的歌唱技巧呢 有非常好的一个研究 对对 特别是在跟他接触的时候 梁平老师呢 又叫我唱歌嘛 所以他特别强调那些呼吸啊什么的 因为他唱歌还是偏美声的多一些 对那当时的时代背景 梁平老师他自己就说他在就读上海音专语 就是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的时候 学院派都常常排斥所谓的时代歌曲 认为是咪咪之音 对 那使得呢这个爱唱时代歌曲的梁平老师 内心就非常的交战这样子 对对 于是呢他就在学校里面改名为梁爱音 没错 很爱音乐的梁爱音 他怕别人知道他的名字 对对 但是呢他觉得梁平老师觉得说 时代歌曲就像一个活泼可爱的 少女 而艺术歌曲呢就像是一个高贵的贵妇 他觉得这两者应该要并存 对 人生呢才会多采多之谷 而不是应该互相对立互相冲突 对对对 其实对于今天的人来说 就是每个时代对一些东西的看法是不同 当时是这样看的 那现在的年轻人再去听以前的时代曲 他觉得哇 这这哪里是流行歌呀 这不是美声吗 这不是民族民歌吗 这不是京剧吗 他会完全把它归类到那个程度去 但是我当时也是这样问梁老师的 我说我怎么感觉您唱的感觉 这就是美声啊 然后梁老师说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哪呢 就是说美声呢 他是完全甩掉麦克风 完全那种扩声的 就要有一定的这种力量 power才能唱得到 要甩掉麦克风的 对那这个时代曲呢 他录的可能听的音效效果 听起来好像很接近 但是他还是要靠这个话筒的传声 因为有一些歌曲呢 表达上比如说要很轻微的细腻的 如果你完全放大那种声音 有力量的话 他是出不来这种小感觉的 所以一定要靠这种话筒的 这种才能传出去 那这个梁平老师呢 筷制人口的王昭君 他的昭君怨 也是李景光老师为他量身定做的作品 也让他一曲走红的歌台 一直到现在都还广为流传 那妹妹也曾经很用心的去揣摩 这个怎么样来唱这个昭君曲 对不对 对王昭君和昭君怨 但是我想这个曲目 虽然我曾经在音乐会中演绎过 但是我会不断的在 希望时间沉淀一些 让我再更加再想一想 怎么还能唱得更好一些 除了这个梁平老师呢 我们知道音乐会 还有一些其他的重点 像是李湘岚的作品 对 夜来香 夜来香 这首曲子太爱了 太红了 其实现代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原唱是李湘岚 都以为是邓丽君 对 因为好多人翻唱了 对 邓丽君太厉害了 他翻唱别人的歌 翻唱完了之后 人家都说 对他是原唱 没错 对 因为可能也是时代的原因 因为太久了嘛 毕丽李湘岚唱那个歌的时候 邓丽君帆唱的时候 都离差不多50年之后了 40年50年之后 都已经有点远了 对 对 所以是很多人不知道 是很正常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这首歌呢 李先生呢 写好了以后 就把它放在这个篮子里 然后那些曲目 大家歌手就去看嘛 谁喜欢谁就唱 那当时呢周旋也看了 拿起来觉得很好 很好听 但是没有没敢唱 因为呢 这个歌的跨度比较大 低的时候特别低 高的时候特别高 然后呢 在这个跨度中间 你要想唱出那种高贵和华丽 特别的难 然后李湘岚 他也拿一看 哇 好听 我要录 他就录了 所以呢 我为什么说选这首歌 我纠结 因为我自己的声线 其实比较接近于周旋的 小调的那种感觉 如果要想去唱到 李湘岚这种跨度 这种力量 比较放得开 我跟他风格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觉得 我要不要选这首歌 但是后来我想 我可能是要去演绎他的那种 对这首歌的理解 他的高贵 他的华丽 但是我觉得 现在在我们做的时候呢 应该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质 就是说你自己的一个演绎表达 所以我还是选了这首歌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谈一谈 另外一位 这个我们有选用到的歌曲 是白红的响岛风月 在这次的歌单里面 其实呢 这个白红小姐呢 说起来蛮有趣的 她是中国呢 第一位举办 个人音乐会的流行歌星 也是中国呢 第一位由民众投票 选出的歌唱皇后 可是呢 在这个后来的评比当中 在四十年代 上海七大歌星中 她是排名第二 那为什么她会排名第二呢 排名第一是谁 猜一猜一吧 周旋 对 那个排名第一的是周旋 可是呢 当年在这个比赛的时候 由民众投选的这个歌唱皇后 白红是第一名 然后呢 周旋是第二名 对 周旋就是比她 比她 比她 好像少了 我不知道四十多票 还是五十多票 不记得大概是 白红是九千一百零三票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 得到的桂冠 对对 然后呢 因为白红也比她要年长一些 也比她红的要早 最早就出来 那个时候 算是前辈 对 白红很红的时候 她才刚刚出道呀 还是个小丫头 对 但是 但是当然在纵观 整个这个历史的 最后的评价定论是 她是排名第二 周旋是排名第一 对 是这样的 她是出生于北京嘛 那我们知道 她被誉为北平三白之一 那时候最有名的 白红 白光 还有白羊 对对对 非常非常厉害 她是 隐居隔三西的红星 她的家世呢 她也是满清皇室 正皇期的后代 对 而且我觉得这些呢 可能是她的一些 个人的资料 但是最重要的是 白红小姐的人品 那有一次在这个 采访姚丽姐的时候 姚丽姐就这么说 说那个白红姐姐 她帮我很多 她提拔我 我很多歌词不容易念 因为那个国以不容易的 那个姚丽姐这样说 她很宝贝我 以前的歌星呢 有一个好处 没有说我妒忌你呀 你红了我妒忌 然后为什么还要教你呢 没有 对 所以这个很难的 因为特别是 大家都希望 自己红能红的 长久一些 对不对 这也是为什么 您喜欢她的歌曲 选用了她的歌曲 是的 好 那我们就听一下 这个白红的 《香岛风月》 《香岛月》 香岛月 月蒙露 《香岛月》 月发起起 潮重重 潮水落 沙滩空 心虚苦惊 与海土 流浪人心动 飘零河 沙滩空 遥望家庭 还不能 穿上去河滩 天空 夜风吹 爱乌龙 今天呢 非常的谢谢哦 妹妹再度的来到 我们音乐森林里面 我们也非常期待 然后她在 9月16号的 这场音乐会 在美生剧院 是的 谢谢一望的邀请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对了 我们那天音乐会 好像很特别的 是要求有这个 Dress Code 要穿这个旗袍入场 是吗 对 我希望来的女生 都能够穿旗袍入场 太有趣了 对 然后男生呢 打扮成许文强 哦 许文强 哇 所以当天呢 就有很多帅哥美女 好像在拍电影的现场 对 那我希望下面的观众 来观看呢 就像来到了一个 不只是看美美在演出 而是她自己也是 其中的一员 完全回到上台的 那个 对 那种 那种感觉 风华绝代的 希望大家在那一刻 有那种 视听享受吧 太棒了 太令人期待了 今天非常谢谢美美 也预祝您的演唱会 非常的成功 谢谢一望 谢谢您 那烟烟提手启唱 月下的花都入梦 只用那烟爱香 不拥着芬芳 我爱着夜色茫茫 也爱着烟烟歌唱 也爱着烟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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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色凉 我爱着夜色茫茫 也爱着夜影歌唱 看到灰溫的梦 拥抱着夜来响 我恩着夜来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